才满一个月 现在却被形容为 是不是已经上演了王子复仇记呢 王永庆的长子 红人集团总裁王文阳 日前对三房李宝珠子女寄出了存证信函 要求要公布王永庆所有的遗产 不过台宿在昨天晚上发布了声明 澄清并没有这样的事情 这个传闻并非事实 知道媒体都在外头守候 一个下午大楼内外都看不到红人集团董事长 也是台宿创办人王永庆长子王文阳 台宿内部近来传出 接到王文阳寄来给三房夫人李宝珠 和子女们的存证信函 引发震撼 而台宿在晚间发布新闻稿均非事实 强调王文阳既然没有寄这张存证信函 当然也没有所谓台宿高层表示 董作夫人已经交由律师处理的可能性 同时还强调今后对于不是事实的类似报道 将一律不予回应 我最敬爱的父亲 永存在我们心中的点点滴滴 王文阳在父亲追思会上 这段继父文感动现场所有人 然而不斗一个礼拜 就传出三房李宝珠和四个女儿们 接到王文阳这封存证信函 令台宿内部相当错愕 今天台宿接班团的七人行政小组 五个人去卖聊考察 两位副总裁王瑞华 王瑞瑜 统统都没去 不愿让外界有机会触及王家遗产 这条台宿最敏感的神经 一个月前 王永庆大体从美国移会台湾 嚎头大哭 悲伤跪地 长子王文阳对父亲的哀思深知人心 临堂前王文阳多次和李宝珠 偶尔交头接耳 偶尔拍拍肩膀 相互鼓励 二房与三房子女的互动 似乎意境拉近了距离 这一次会上 二房子女们献出诗歌 共同缅怀父亲 与三房长女王瑞华 以及大哥王文阳 压轴发表继父文 再再看得出 即使是二房五名子女 对父亲遗产要不要均分 要如何分 何时再提 都可能有不同见解 对于谁记了存证信函 王文阳不回应 王雪红也严正否认 梅丽遗属的王永庆 一定没料到 身后不到一个月 就传出遗产纠纷的困扰 中文新闻张正威 郭望述台北采访不到